2011年十大发展争裁的公司 第十名就是United Technologies 它主要是做飞机、电子、引擎之类 2011年卖了个军火116亿美元 赚了53亿美元 第九位就是L3 Communications 它主要是做电子 在2011年卖了125亿美元的军备 这家公司的83亿美元 收入都是来自军备 第八名就是一架意大利高司 Firmacarica 它主要是做飞机 尤其是做直升机 大约60%的公司收入 是来自军备 这是一架意大利公司 在2011年卖了32亿美元 第七名就是EDAS 这家公司主要是做飞机、通讯设备、飞弹等 它在2011年卖额额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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额 大约额额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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额 或者是小型的武器,做船之類 這間公司有73%的營業,來自受賣軍備 第三名就是BEA Systems 這是一間英國公司 它有95%的營業都是來自軍備 做飛機、各種武器、電子 差不多都做過 第二名就是波音 Boeing Boeing本身是造飛機、電子、飛彈 46%的營業是來自軍備 第一名就是Lockheed Martin 這間公司大約賺了270億美元 2011年,大約78%的收入是來自軍備 這裏就是頭10名公司 我們看到這些公司基本上是賺錢的 其中一間 在2011年,總共有最大100個公司和軍備有關的 收取了大約4100億美元的費用 最少最少賣了2080億美元的軍備 總共是 就是有僱員超過100萬美元 換句話說 要發展真財都有很多人 也有很多錢在發財 當然這是最不好的生意之一 希望世界是沒有戰爭 但我不知道這些公司可以怎樣 這是一個2011年最發展恩財的公司 拜拜